我今天要講題目的個獎之一 第一位是雙真友 不是他 第二位是我 第三位是 第二位是洪凱友 然後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有一位數學家的墓碑科哲 他說他大學畢業的時候 他過了他人生的四分之一 然後又經過人生的十八分之一 之後得到了博士學位 然後接著又經過十年後結婚 再三年之後生子 然後他死的時候他兒子已經三十七歲了 然後這題目要求的是他幾歲結婚 然後我們運用了 你只要一副布克牌就好 我們就可以設計出這題的作用 然後我們 而且不是用到全部的布克牌 一副布克牌 你需要用到三種不同的畫色 你騎到另外一種可以丟掉 對不對 放著 然後 然後我們第一副 我們有兩副 這是一到十單 一到十單 一到十單 然後第一副 第一副我們要先把一去掉 因為那是整數 如果你抽到一的話 一分之一 那不就是他的歲數嗎 所以我們就是設全部他的歲數是x 我們要求x是多少 然後這個遊戲的主題就是 第一個抽到x的人就贏了 然後第一副牌我們把一抽走 就是為了防止1分之1x 那剩下的就是沒用 那第二副牌我們就把1跟2抽走 就是防止2跟2分之1重點 然後這兩副都是分數牌 如剛才你們所看到的 他說想年的1分之1 想年的1分之1 所以就是我們從兩副牌各取一種牌 然後這副牌呢 我們是用整數 這副牌要抽三張 就是如同他該的十年 三年 三十七年 然後接著我們就來進行示範 第一副牌我們先抽一張 一張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十三 所以我們就設為十三分之1x 十三分之1x 然後第二副 假的就假的 好我們抽到的是七分之1x 我們會得到九十一分之10x 然後我們要轉x 然後我們要轉x多少 最後我們就抽三個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四五跟六 所以我們先把十三分之1x 跟七分之1x加起來 我們會得到九十一分之10x 然後九十一分之10x 然後九十一分之10x 加上四加五加六 十五 就會等於他的總年齊就是x 所以呢 我們把九十一分之10x 減掉一 就是九十一分之81x 就是等於 九十一分之二十 二十 對二十 所以減掉就變成九十一分之七十一嗎 七十一分之七十一 九十一分之七十一 就是等於十五歲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來x等於 就是等於他的十五歲 然後接著我們把這個分數移過去 所以x就等於十五 乘以七十一分之九十一 然後我們把這個乘上去 因為太複雜了 所以就直接 那這上面 就留在那邊就可以了 九十一分之七十一 像這種情況 你就可以直接支持答案 有些整數的 你就要把一個一個算數 像是假如說這個數是142好了 他這個數學家都合了兩年 可以嗎 然後 對 就這樣第一個 第一個講出答案的人就是贏 清楚嗎 很棒 鼓掌